欢迎来到明周时尚 当然就是我们的完美女神养成班的单元 那现在的女性呢 其实非常重视自己的保养跟妆容 那尤其季节变化的时候 保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但最重要就是美丽的妆容 一定要有健康而且非常漂亮的肌肤 所以保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 但是呢要用到好的化妆品 也是你在美丽的妆容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了 当然就是一位专家 当然也是我的好朋友古小伟老师 老师你好 哈喽 阿姨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伟 是的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女性朋友 对于完美的妆容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不过今天我抢线为大家问一下好了 就是其实我自己常常在上妆的时候 都会发现有个问题 就是早上的妆跟晚上的妆 为什么会变暗 越来越暗 其实我用的化妆品都没有变呢 为什么会变暗呢 其实现在的女生呢 尤其女生她们很晚睡 会让我们的皮肤 第一个会暗沉 然后会有一些斑斑点点的可能晒太阳 或者是在那种阳光底下 会比较大会暗沉 会造成你肌肤 之后你上任何的粉饼 或任何的产品 都会让你看起来是很暗沉的 所以那就是你的肌底很暗沉 所以在保养的时候 其实你就要下功夫了 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女生 会去做卖冲光或是雷射光 但是像我身边就有很多的姐妹 她们不大敢去动这些所谓的微整形 或者这种所谓侵入式的一些疗法 对 所以这个的时候怎么办呢 尤其现在爱玲姐刚才说的 现在女生很喜欢去做一些雷射光 或者是麦冲光 麦冲光 雷射光最主要就是 可以让你白皙 透亮 但是一个重点就是 很多女生打完之后 第一个 她很痛 再来它会让你有反黑的效果 现在其实有一个最新的科技 就是你不用去打麦冲光 你不用去打雷射光 你只要用一瓶很简单的 麦冲光的一个精华液 以及如果你有一些 斑斑点点的产品 你可以用这一瓶 两瓶只要1比1的比例去调和 就可以让你的肌肤 变得非常地透亮 所以就是混合在一起用 对 超级简单的 像这一支我知道 其实除了你精华液 可以整脸去运用之外 然后你这一支还可以局部 像我有一些就是像 剩完小孩会有运斑 然后就会有一些 比较深沉的一些斑点 你就是用局部的方式 像雷射一样把它淡化掉 对 阿玲姐刚才说了 就是我们可以两个混在一起 混完了之后 再来我们可以局部斑点 再去加强这一支 就可以让你的皮肤 达到非常地亮 非常透 所以其实保养的部分 就可以让你的肌底 做一个亮透的改善 除了保养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现在的科技的粉饼 已经可以做到粉包油的科技了 这样子粉包油 所以其实有这个最新的 专利科技成分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在上粉的时候 它自然而然就可以保持 你的明亮度了 对 可以让你皮肤 从找到完都是可以 非常非常地干爽 而且不会有暗沉的手 我们在这边其实我们可以 请小卫老师做一个小好实验 我告诉你我们制作单位很贴心 我们准备了一块 就是非常传统的 就是我们基本的 没有这个所谓的 粉包油的科技的粉饼 最重要是今天我们也请到了MODO 来到现场 当然我们要知道就是上保养品的手法 然后一些上蜜粉的一些 这个部分由我们的达人专家 秀给大家就知道了 好 现在我们就请MODO出场 现在我们就要透过保养 来示范所谓的脉冲光 跟蕾色的效果了 刚才其实小卫老师有特别讲到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非常特别的 最新的保养产品 其实就是结合了脉冲光 跟蕾色的效果 我现在来教大家怎么样很简单 又可以在家里自己做 我们就可以用脉冲光的一个 有脉冲光效果的 这一罐精华液 然后我们用1比1的比例 好 起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 再来在掌心稍微搓揉一下 让它有一点点温热的时候 接下来在额头 由里面横向地往外推 你只要再加很简单地由额头 再来由两颊 由里往外 有一点拉提的动作吗 对 再来就是下巴的位置 我们要注意到 就是我们脖子的地方 也要加强 也要保养到 对 其实你会发现 很多人都忽略了脖子的暗沉 这个部分其实如果一暗的话 其实也会显现你的年龄 然后还要让整个气色都暗下来 其实这样很简单 你就可以做一个 真的很简单 就这样就好了 对 就这样简单 就这样子吗 其实我发现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很多的精华液 保养品拿回去 大家会说 是不是要什么手镜 或者是保养方法 其实刚刚小伟老师 用这样非常简单 就是温热你的手 这样一比一 一比一 直接就是这样子用 稍微这样拉紧的方式 很像的方式 我们从额头 两颊 下巴 然后脖子 脖子 就OK了 现在就要用这一款 奇迹的粉饼 来使用在模特儿的身上 现在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这一块粉饼里面的海绵 很特别 它有一边是海绵 另外一边它是额绵的 真的 我刚刚还没看清楚 你看这一块白色的是额绵 我们现在先来做打底 所以先用海绵的部分了 干的就可以了是不是 干的就可以了 OK 我们在打底的时候 我们从额头的地方 一样是横向的 你可以非常地简单 先横向 由额头开始慢慢往外推开 它可以让你非常地服贴 在你的脸上 据说这个蜜粉 它可以直接遮盖黑眼圈 对 还有毛孔 而且你在化妆的时候 可以让你的保水度提升 化完了之后 用另外一边 我要看抛光 我们再来做抛光 就不用沾粉直接抛了 因为要抛光 等于让粉比较均匀了 均匀服贴 然后最重要就是让它变得更亮 对 以前我们上蜜粉的时候 都会要用刷子 再把多余的粉给刷掉 像这个的话 就是把它一边推一边压顺 对不对 然后让它紧贴在你的脸上 让它更亮 这边变得比较透亮 对 然后毛孔变得非常地细致 然后这边皮肤看起来 毛孔还是看得到 对 然后比较暗一点 所以所有的女性朋友 大家看到今天小维老师的示范 最棒的最新科技成分的粉饼之后 大家觉得完美女神 距离大家真的不遥远 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完美女神了 最重要就是简单的妆容 你会告诉大家 最简单的几个步骤 一定要做什么 除了我们刚才画的粉饼之外 再来 最后我们加个腮红 还有睫毛膏 一定要的 就可以了 这样就变成完美女神了 是的 五分钟之内完美女神 那当然就是基础保养完美的粉饼 再加上我们刚才的腮红 睫毛膏跟唇蜜 你就可以出门了 所以今天谢谢小维老师 谢谢 大家注意看 变成完美女神的方式 就在这个画面中了 谢谢 在小维老师的巧手下 完美的粉饼底妆 打造无瑕的肌肤 再简单妆点睫毛 腮红和唇蜜 就完成了春天甜美的可爱妆容 完美女神变身成功 长阳亮眼局 白剑拳